大家好我是旭哥渥可恩 歡迎收看旭哥玩3C的神魔三國志的攻略第52集了 那之前呢就是有分享很多禮包嘛 那今天也要來分享最新的3組 再加上之前有分享 實測總共應該實測了46組了吧 對啊前面43組嘛 再加上今天的3組總共實測46組 那我都會把禮包嘛就是 放在這個旭哥玩3C頻道裡面的這個神魔三國志的專區 那你們就可以在這邊看到隨時最新的禮包嘛 那每組都有實測過 那 你假如就是從以前就看到現場的話應該每一組都不會錯過啦 那因為他這個禮包嘛是有時效性的 所以你假如太晚看到有時候可能會失效那就沒辦法了 所以呢就記得訂閱旭哥渥可恩頻道 然後隨時觀看神魔三國志最新的攻略 還有就是禮包嘛 那旭哥是無課玩家所以就是玩開心的那 現在戰力也練到 看一下1506096應該可以再往上練一下 把這個 把黃月玉練一下 所以現在是1512307 好 15155305 哈哈 一直往上 好那 現在就是 把總戰力提升一下 所以現在5克的旭哥已經總戰力到1517685 就是5克 那我今天就來分享最新的禮包嘛 那首先分享最新的三族 就是現實的禮包嘛給大家 最近有這個無雙戰神 這個可以抽一下 這個活動無雙戰神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個很多活動都有一點大同小異 除了 之前玩的大富翁比較新以外 在禮包碼怎麼換呢 那假如你是新加入玩家的話其實很簡單 你在左上角這個人頭 左上角的人頭就像旭哥是神趙雲這個人頭 點進去之後呢 點系統設定 系統設定有一個禮包兌換 這邊就可以輸入了 要不然就是點推薦碼 然後再按旁邊這個禮包碼 也可以 推薦碼滑過來禮包碼 好那我們首先先輸入了限時禮包碼的 第一組就是最新的一組 那前面有實測43組 加上這三組的話實測46組 那我們首先分享第一組 STXBLU STXBLU 那這個可以拿到元寶200個 然後經驗石10個 還有降星石50個 所以這一組是 第一組 那我們再來第二組 STX BBA STXBBA 這一組有四星隨機降魂30個 然後 龍魂玉200個 還有銅錢50000 那我們再來最後分享 最後一組 也就是實測總共46組 CCLING 這一組你可以拿到高級 招牧令 然後降星石100個 還有武將基金值20萬 再來是銅錢30萬 就很實用所以就是 這些禮包碼相信大家就是用了都會對你有幫助了 好那就是 看有什麼要解一下 降魂可以來用一下 好吧那接下來抽轉彈好了 應該也是要來抽一下 武克玩家其實就是有時候就是要靠抽轉彈有沒有來累積你的戰力 抽個10連 好 抽個10連 你必須要一直靠這種抽轉彈然後來增加你的 一些卡池然後來強化你的武將 這遊戲其實就是一直抽然後一直強化這樣 他的 設定就是這樣 這遊戲的設定就是這樣 所以 玩久應該就是會很習慣了 好把武將賣賣 在龍魂店這邊可以賣掉一些你不需要的武將 再三個賣掉好了 那我們就繼續把招募令抽一抽 賺一個四星的 哇 雜魚 都雜魚啦 喔 賺一個四星的神章角 那龍魂墊又來了 很常來光顧這裡 哎呀 已經按到非常熟練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把剩下的也都抽完好了 抽完抽一抽 那我們來抽這個高級招募令 這隻可以 髒河啊 5星的髒河然後 4星的馬糧 4星的炎炎然後再加上一個5星的神皇中 肥料 這隻就是 肥料一個 但是是神陣營的肥料 還蠻缺神陣營的肥料 所以抽到他其實蠻開心的 魔董卓啊 魔董卓一天到晚都抽到魔董卓 好 那 把這些雜魚抽一抽啊 全部抽完啦 那順便去雲台拜將一下 5星魔化將魂 15個 神魚極啊 4星魔化將魂15個 然後深佐池 然後都沒抽到什麼好東西啊 今天好像抽的 普普而已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可以合的 像也沒什麼可以合成 我下個禮拜應該就可以把關羽升到 12星了 因為我有這個 再去換這個關內硬猴有沒有在漢宗之戰那邊換 這個商店可以換 因為他每週有限購啊所以就是我可能要等到下個禮拜才可以換 好 所以之後就可以把 無客就可以把這個關羽升到12星了 順便解一下任務好了 應該蠻多任務都可以解 那最近其實就是 之前就出那個神朝超嘛 魔朝超 那你們在這個 呃 他最近有推一個獵傳啊 我是很 有時候會看一下 小看一下 這個 這個的話你看他獵傳 你可以順便賺這個50 50個元寶 不多啦 我是蠻懶得按的 因為不差那個元寶 現在元寶還蠻多 但是每時候看一下獵傳 你就可以 加減賺一下元寶 我是有把神魔陣營的看完了 然後這個我就是有點懶得 每個按看 那其實50元寶加點鑽 這個 就是他每一個武將就是看大獵傳 這個很像在看維基百科有沒有 你看那個 他們的故事這樣 其實你假如對三國治的歷史很熟悉的話 其實這些都對你而言應該都是很 很輕鬆的啦 這些他們的故事 就是把他們按一按這樣 好 所以今天這個 序哥玩三系神魔三國治的攻略 最新的禮包馬三組就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錄到這邊 所以限時禮包馬三組大家趕快去換 那記得訂閱頻道 所以觀看神魔三國治的攻略 今天52集 總共實測了46組 總共實測了46組禮包馬 好吧那我們下一集見了